到了1995年呢 是电影诞生的100周年 那么在这100周年呢 世界电影的精英分子 都想在这个时候 拿出属于自己的经典作品 为这个电影100周年献礼 那么好 为1995年各种奖项的这种激烈争夺 之前要营造这个氛围 靠什么呢 1994年拿出的电影 因为我也都知道 大多数的奖项的评奖呢 是上一年的电影这一年评 尤其是90年代奥斯卡 基本都是94年放映的电影 95年奥斯卡评奖 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 各国的电影精英分子呢 是鼓足了干劲 想为这个100周年 做一次精彩的献礼 想在这个100周年的 历史关键节点 留下属于自己的脚印 所以这是个宏大背景 但是我们说呢 一个电影的这个年份 它能够在世界电影史 留下地位 一定有它大大小小的里程碑的意义 像这样具备里程碑意义的年份并不少